嗨 大家好 我是欣杰 很久没有拍影片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头发变超短的 然后就是我大概在加拿大的时间 就是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剪头发 然后回来就是忙完之后就一口气剪超短 就打算回去可能就可以有很久没有剪头发这样子 对 然后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最近我目前在台湾 然后最近其实就算人在台湾你还是一直要烦恼 或是处理了加拿大那边的事情 因为我就是这个月底就要再回加拿大去 那主要就是工作 因为我已经那个教育的学程念完了 那其实我在回台湾之前我就已经把 申请教师执照的那些资料都送出去了 然后毕业该去办的程序 理校程序也都办好了 那大概是在2月中的时候把这些事情完成 不过现在已经是 不是2月中啊 12月中 那现在已经2月初了 就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那像是申请执照的部分啊 在12月中祭出那到目前是 还是都还没有收到的状态 那一开始就会跟自己讲说 因为遇到了圣诞节啊 还有就是新年啊 那在好像1月多的那时候还有 就是温哥华那边下大学有放了雪假 就是放了几天 就一直跟自己讲说 一定是因为假期而耽搁了这些时程 不过就是其实后来放那个大学的假 应该也才放两三天 但是到现在都已经2月初了 还是什么都没有 就只能默默的就是承认说 他们的效率就是不好 所以也会有点担心说 会不会一直到我回去 然后还什么都没有收到 那根本就没有办法用那个东西去工作 所以这部分有点紧张 然后关于学校的部分 就是其实那时候去办一个离校前要一个 就是要做一个类似 有点类似蠻度调查的东西 然后做完之后 他那个算是离校手续的一部分 那做完之后呢 他们就会开始帮你跑毕业的手续 处理你的毕业证书 那时候我问他们说 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可以拿到 然后他们就说大概是要6周 6周大概一个半月嘛 那其实12月中到现在也已经 其实快两个月而已 你就算假期什么给人家加一加 其实也已经超过了6周的工作天 所以到现在也是什么消息都没有 但我觉得没消息就算 因为其实你可能知道说他们效率就没有很好 可是我觉得最不能理解的是 为什么你寄信他们都不回 比如说我已经寄了两次的信给学校 一次是应该是1月中之后寄的 一次是前天吧 前天寄的 就问说那那个好了没 就我都没有收到消息 然后是完全没有回信的状况 那因为我现在人在台湾 我也没有办法打国际电话去询问 那我就当然就只能靠记忆没有 可是记忆没有你要不回 那到底要我怎样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可以慢 但是你至少可以把你的 时程跟你现在的进度说清楚 而不是说你连信都不回 那我就觉得那其他到底要怎么样取得 就是我们需要的资讯这样 所以这部分蛮鸟的 然后申请教师指上那边 虽然我就早就知道说这种东西本来就比较慢 我第一次申请教师助理的时候 其实也等了大概快一个月 然后现在又加上有遇到假期什么的 就觉得那理论上会比较久一点 那至少后来他们有回复我 说他们在几月几号收到我的东西 几月几号收到学校寄给他们的成绩单 那他们目前在审核几月几号之前的 的资料 我就觉得好 那虽然说他们慢归慢也没有办法很 确切给我一个时程 但我至少知道说他们有在进行这些事嘛 对就是 我觉得就是感受上的问题啦 效率差就算 但是我会希望说你至少可以 给别人 就是给我一些我需要的资讯 而不是就是你好像就只能空等 所以这部分是让我觉得感受蛮差 所以我觉得就来看看说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毕业证书 然后什么时候可以收到回信 不回信这一点我真的是无法理解 对就这样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 这一个礼拜就是过农历年的 所以就是把握农历年的时间 然后好好的放松 好好的吃 好好的享受那种团聚啊 热闹的氛围 对那很快又要回到加拿大去奋斗 那就又会有新的故事可以讲 那希望就是目前就把握当下这样子 然后希望毕业证书赶快拿到 教室执照赶快拿到 然后工作赶快找到 对近况分享就到这边啦 拜拜下次见